T1 T1没有必要在这个时间点开一个崔斯特 对吧 所以这时候开 完全不符合T1的BP的一个思路 抢镜 先把镜拿下 那 角色球员 是 我觉得这个镜 就是我的话 我一定抢 对吧 我是DK的教练 我一定抢 而且也不要给 看见拿这种黄子这样的英雄 其实感觉是有一点点 没有好 很好的可以发挥他的优势 主要还是黄子辛德拉这一套 走到了这个时光的脸上 那反过来 反过来教育 你看 就是镜你拿了 我等会儿黄子女枪 我反过来跟你打一套 那贝瑞尔能不能拿出 他的第十二个英雄 时光 对吧 就是贝瑞尔有没有搞这一手 因为这两队伍应该是 在八强过后没练了 对吧 就大概率是不会练了 而且时光这个英雄 说实话 抠过来 理论上 也有一定的这个机会 直接抠过来 因为他的操作难度 并没有那么大 而且他是猫咪的一个 很好的替代剧 他某种意义上在上一局 发挥了跟猫咪一样的角色 对 唯一的确定就是 自己的自保得力 不像猫咪这么强 对吧 还是得出个精神 因为我们都不会看到 猫咪出精神的 腰机 对吧 T1依旧是帮菲可 直接拿下了瑞兹 那就看一下 DK这里腰机完以后 应该还是要保一个物理答应 赵姓 赵姓 或者说直接 没有 他要抢落 抢落 因为落确实都是 今天的比赛里面还 只出了一把 对吧 但是四五楼的 边位里面 一三局都是进到边位里面的 嗯 那要看这一首 是否要成MF和 皇子的体系 女强是否要在第三手锁呢 对 虽然第一局 郭麦游区的一个 这个 二运小姐 玩得不是那么的亮眼 对吧 但这一局 有个皇子 要不要来 继续拿这个英雄 要不然就得拿其他的车 他要保的是上路的杰斯 其实这一场目前为止 能看下来的话 宋美克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T1这边 首先他亮的 就是赵姓皇子嘛 这两个英雄 想抓妖精 还有点难 再加上这几手英雄 他都没有那种 稳定的单点控制 是的 就当我DK 可以往这个方向 去思考他的四五楼 但是我们先考虑 T1的四五楼 保护杰斯吗 要不要把杰斯不好打的凯南 然后或者是狐仙 对 就你再往后面想 还有一首猴子 对吧 因为我感觉 在这样的亮起的比赛里面 DK应该不至于 搞石头人这种玩意 我觉得肯定不会 以及刀妹这个点 虽然目前为止胜率很低 但是依然是DK 有可能会拿出来的 但是感觉刀妹 可汗玩得太少了 他有可能拿不太出来 这个英雄 金克斯 依旧还是 第一防一首 不马要洗的一个大和 是 这里看看这个点 要不要给卢仙 最后一首了 上战现在凯南变掉 就刚刚也聊到给刀妹 还是保护刀妹 那这样的话 可是觉得什么 觉得你卢仙是陷阱 对 我放给你卢仙 我把卢仙的优先级 直接做到最高 是的 因为你感觉到 卢仙在当前版本的单线 确实没有下卢仙来的 那么的强势 毕竟拳头已经在 准备在之前 就是为了让他回到 双人组 对吧 我用变掉的是 顾妈又是一首 吉格斯 这就是 这就是顾妈又是吗 是 原来这首卢仙不变 是我要选 我没有纳美 我选卢仙 打扰了 那他搭配谁 对吧 就是这首辅助 感觉又有变换了 因为猫咪不在 纳美不在 他因为现在的被动机制 你大概率是要选一个 给他争议的 软斧 软斧 才有办法触发这个内容 是 但是你要给他 搭配露露什么的感觉 又怪怪的 巴德 这感觉也不是很好 巴德感觉只能在脚下动咖啡呗 对吧 对 齐亚娜来了 我 齐亚娜 在 齐亚娜 这个淘汰赛阶段 现在这个英雄没出 只有在 这个小组赛阶段 这场你别说他真有可能出 艾克塞拉斯这种 辅助 跟着主打架的 齐亚娜加上上路 这首是 RNG最先来使用的 对吧 就是 九筒打结斯 我感觉是艾克塞拉斯 其中一过了 蜘蛛辅助吗 伊丽丝 哇 蜘蛛辅助 我记得有一个版本是 是很热门的 不是很热门 就是有出现过 但 我已经忘记了 那个可能早在 S3的时候 对 出过 露露 露露 啊 露露 因为还是我说的那个点 她要是个卵服 我刚刚在想的 应该是露露或蜂女 对吧 但 左边这个阵容 你感觉蜂女好像 是给摇姬杀的 机会六级后 把她大招直接炸回来的 来 AP童 直接带了一个多兰截 带的也是香味猛冲 两边上路都是香味猛冲 来到了第四局了 T1离自己 再度的进到 全球总决赛的一个决赛 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久了 最后一次的T1决赛 应该是在17年 当时最终女比赛 落败给了三星 也让三星成为了一个 对标上面有两颗星星的一个队伍 是的 那一年的鸟巢 大家应该还记得 上方的远古巨龙 那一场算是一个大爆冷 对吧 因为确实可能在赛前 当时看好SKT的人是居多的 是 就现在除了在我们分析期的哲远老师 可能观众们一想到 那个维鲁斯最后那个闪现的大招 四神的飞可的那一剑 也成为了我们多次总决赛里面的一些 主题视觉里面的一个代表 对吧 是的 一选预测里面也是给到两边 这打野位的都有事实的一个 一写的一个概率 来看一下这把Kenny 我们好久不见得 奇亚娜的一个打野英雄的一个发挥 不知道这把奇亚娜 有没有可能利用皇子的大招 打出一波比较完美的团战弹 利用对方的这个地形 对吧 然后让自己的一个大招 但这两个英雄的配合 往往是两面性的 是 而且奇亚娜这个英雄 因为前期的节奏 不像皇子那么快 他在早期是偏刷的 所以可能他得尽量做好早期的反蹲 这把我觉得奇亚娜损出来 还是有点像分析台所分析的 就是他们认为 这一把是不是能让上路 这个点位上面来压制Kenny 因为Kenny的状态看起来 确实没有那么的好 只不过 只不过T1的后面集选 是吧 做得太极端了 不给可汗那种很C的英雄了 对 你看到T1的BP里面 就是在保护Kenny的这首节识选择 是的 中路这把 继续是 妖极打瑞兹 回到了第一局的一个对阵 但这一局飞可并没有 那么积极的去压线了 对 第一局飞可是疯狂的用蓝 去换兵线 然后直接TP上去 这样 是 你看他现在 看就已经一刀被蛇咬 对吧 就也知道 对吧 就这个我现在直接放线眼了 对 就看他我 因为他现在抢线 他待会走到这个里面 他放眼 如果你自己没有留这个 夹眼的话 你根本不知道这边被放了一个眼 然后待会回推线 又飞可又踢过来 是的 那就直接再来一次 这两个队伍 我感觉在今天的半决赛的一个准备 真的都很值得我们去学习 是的 准备的很充足 然后包括其实对于一些很多阵容的理解 我觉得都是相当到位的 就比如说 没有猫咪的情况下 有时光老头 做出替代 中下两边换鞋换的都很积极 是 那这Burial的Q技能是命中了 而且Guma又是同样的吃到了一个滑彩 这波换鞋 DK也可以接受 是的 那这波Owner是直接 因为上路的一个推线 走到其他那的一个野区 身上自己是多了一个蓝buff 但Kennyan这里也是有惩的 两边应该是要拼惩的 都是450的一个惩戒 那这时候妖姬过来了呀 妖姬过来 这一次被打回家 结果Shawmaker是做了很大的贡献的 是的 Owner最后想要战起一家惩戒 但这个惩戒 最后Kennyan还是把握住 这把天然有机会双河蟹 双河蟹 对 王子上河蟹 然后另一边 Faker以及下路双人组 也都在压线 是的 因为Faker是先回家 先交DP 回家只捕了一个女神类出来 Owner是很想要反Kennyan的一个野区的 但是Kennyan这里是 守住了蓝buff 以及哈马以后 先上到四级 但如果他要去吃下半部的河蟹 这要横跃整个地图 是的 看下路双人组去不去吧 我认为这两个英雄 可能不太会去 打得挺慢的 没有破盾 对 你变形不能拿来变 变这个河道迅捷线 但是Faker也把下半区的视野 给控制住了 皇子已经来了 实在是可以稳稳当当 由皇子拿到这个迅捷了 对 皇子也有EQ 不需要Faker交EW 来帮忙破这个盾 对 那双蟹开局 但Owner现在的一个刷野速率是 跟Kennyan这边是平起平坐 毕竟自家的野区没有刷嘛 刚刚一直是在DK的栏区做 入侵 而且这把酒桶其实抗压做的也不错 虽然说被压了一些血量嘛 然后但是补刀是丝毫不辣 是我们刚刚画面上看到D等级的时候 EQ都没吃到 对 看一下Kennyan现在的选择 自家的野已经是全部刷完了 标准的一个28刀 就 九筒打杰斯 就反正我前面就是拿我的蓝号 配着这个欢乐时光 对吧 想办法维持血量 Kennyan刚刚已经是蓝号 剑底 选择吃饼干来回蓝了 爸 怎么看 看他刚才 似乎这个走位想骗你 好像我想来越你 实际上身边根本就没有队友 而且你看DK这里 蓝马路口处就有一个 标准的那个防守眼位 那个位置 除非你owner是很暴力的 什么从河道EQ上来 蹲我的三脚草 是的 这把对线 我觉得DK的对线强度来说 在至少在今天的BO5里面 没有继续的有机会 向他们对上Made Line 向他们在对阵A组的对手的时候 有那种对线碾压的情况 T1的对线表现量来说 甚至是我觉得是略为脸前DK的 是的 看见这波在敦服飞克 但飞克也很小心啊 走位是往下面去偏 练住 打不前手 但是想要随后跟人控制 那这波伤害够了 哇 连续两局啊 DK的这个双人 这个中野双人组 是 选瑞兹的缺点还是 这个英雄被抓 还是比较尴尬的 这波已经是 链子被练到以后 CANION带着水元素的 一续塔尔之风 再加上立刻 W纪念从后方拿了一个 土元素 在这波 CANION被EQ挑起来以后 Owner直接配合 被动的一下平A 击杀掉了CANION 这个对点 Owner也是 直接抓准了CANION的一个心理 刚好皇子这波是有铁字编的 所以直接EQ平A一滑了 再平A 把人头拿了 那直接翻 翻回中野的这个 刚刚飞克被打一血的这个烈士 是的 主要因为CANION刚刚那波 是交散上去打EQ的 而且随着这波击杀打野 我们会发现CANION可以继续压制可汗 可汗这个点会长期的抗压 很长时间没有队友过来了 因为打野的位置也已经暴露了 做不没办法 这个距离交了伞以后 还是被幻影所内给锁住 但Owner开着扫描过来 而且这个刚好利用一个视野的小转角 一直在溜边 所以天天才会往左边走 他可能就是想赶紧回去 把这个蛤蟆打一下 自己上溜 而且我们会发现 其实蓝色方的那个眼睛 已经是注意往右侧去插了 甚至在屏幕上 我们看到Shoe Maker 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自己都很惊讶 这里怎么会有个人 是 他怎么会从那边出现 镜头回来 我们就看到CAN被压制住了 一个自己的一个位置 但确认了对面中野 已经离开以后 这波冰淇还是能吃 这波应该是因为CAN 刚刚是交了一个大招 在塔前 所以没有大招的话 你越这个球桶的成功率 就会高很多 但这一波 李哥的游走还是挺亏的 冰线在塔下 他这一波只能叫露露来补现 而且Shoe Maker 已经吃到一个肚层 并且压了等级 是 在中路线的位置上面来说 因为Shoe Maker的易血 所以领尖的量 已经是有800了 还是吧 我还是有点期待 露露加 露西安的这个组合 对吧 其实可以跟大家聊 就是说 最早这种软斧 配上一个大合的射手 然后在 就是你看到 给加速给盾 在前面一个射手 直接顶对面五个人输出 这套体系在欧美解说里面 他们用一个词 叫做Juggermon战 当时就是露露大嘴 所以取了这个名字 后面我们记得T1 SKT的那个时期 对吧 Ben也是有担任过 这样的一个角色 对吧 也是露仙 加上露露的一个组合 当然那时候的露仙 跟现在的露仙 技能组啊 攻击距离甚至都有一些不同 对吧 但今天上一把 顾曼要许的一个精彩发挥 我觉得T1的教练组 也是立刻在这一场 把重任交给他 那说重任 下午前锋 现在是双方的这个必争之地 两边都已经都没来 而且两边弧度都到6了 这波打得还挺佛系 这波不好打的原因是 飞可没闪 然后在这种定型上面 Kanyon有大招 有精彩绝景的发挥是很大的 但下路这里 剩下Ghost的跟 狐曼要是两个人 现在补刀上面 可以看到小吕布这里 还是有压了十几刀 是 而且这饼干都没有要吃 这饼干存了很多 但现在饼干只能卖5块 没什么太大的这种 流的价值 再次练住飞可 继续给飞可一些压力 但飞可毕竟补了 450的魔抗 现在妖姬对他的消耗来说 也没有那么的强 是 因为毕竟罗法穿起来的妖姬 如果你实际上 没有魔抗的话 这个伤害会非常可观 那本来这波要读回城 但看到刚才九筒的位置 自己 回城又 被拖慢了几秒 这时候看一下奇亚娜的想法 感觉这把 CANION 目前DK的调整来说 它是一直在加大 中野的一个亲近率 CANION其实活动的半区 一直是靠在 休美克这条线的 是的 他这场 主要是不能让瑞兹跑起来 不能让瑞兹起节奏 所以他必须 要看着妖姬这一路 下路也是吃到了一层杜层 目前杜层树上面来说 两条边线是T1 各吃一层 中路刚刚是因为 飞可的一波跑上 以及中路前期 被休美克 以及CANION联手 击杀一血以后 掉了一层的杜层 现在T1应该还是 想动这条龙的 毕竟先锋是 刚刚已经被DK给控下来 下路这边有线权 对 位置有T 对 T1这下半区的视野 做的是密密码码 DK的这个 进到龙坑前的 所有的转点 都有T1的一个防守眼位 对 都要被监控的 但是我没有打 我确实 现在两边 感觉对于这第一条龙来说 都觉得打这条龙 对面会过来接 就T1做的视野更好 但是T1落后的是 上单的TP 这波一旦打起来的话 杰斯没T 久同有T 可能对于T1来讲 还是很亏 是 如今这波 回家直接狂疯了 Ghost的这把 已经是纠极稳了 就劲一般 我们还是说 清零之靴 是他的一个标配 对吧 就是为什么 劲可以跑那么快 就上一把有个 这carry啊以后 感觉变得一个 跑酷英雄了 是的 但这把他 直接布假鞋了 主要还是觉得 卢西安的爆发 有点高 而且本身卢西安 又强行拿个鹿鹿出来 那下路就是要压我的 怎么说都要避其锋芒 还是个野区压力 就应该是想找一个 放先锋的一个机会 先锋现在 剩下一分钟左右了 放中好一点吧 但这个时候 其实双方这样拉扯 我发现 Faker是自扭身 没能扭掉 而且磨上一个链子 还是被定住 魅惑再接胜达登场 最后还是钱拿 拿到这个人头 哇 说明可这一波的 非常果断 主要他 热恋 就直接让Faker 这个定身 是必定要吃到 Burial的一波控制的 在手指板 只看着一个TP Kumayoshi第一次被套虚弱 伤害没有办法 把Ghost打到 会被换掉的一个血量 一几年落弹冲击 给到以后 Ghost的顺利的击杀了 Kumayoshi 已经能狼枪再加狂风 但是根本就换不掉Ghost 这样DK中下 都造成了击杀 并且顺势拿龙 是的 这一波T1只能让上路的 Kanon赶紧来支持渡成 那看一下 这个龙打完以后 但这个先锋 感觉没有好的时间放了 是不是赶紧找下路 或者是中路来放一波 而且先锋也确实快到时间了 赶紧放 他是不是给 Kum来补一点经济 Kum这波 损失很多兵线 那Sulaker直接踢过来 他还要一起吃 不让Faker 不让Faker吃这波线 李哥没闪 精彩接近 但是没能定到 链子也扭过 但是九筒这个一闪 就扭不掉了 Faker这波我感觉 其实走左边有点大意了 他走左边的意识 是知道自己的大意 有可能要从左边过来 因为他走那个位置 精彩接近虽然空了 但他完全封住了 Faker往后退的位置 Faker往前走 那你接下来就要吃到 九筒的一个控制 一雪塔 他那趁着看T下去 支援的时候 直接上路吃了个一雪塔 这把杰斯很费 是 这把T1被针对的是Faker 大魔王这把完全被针对了 有一篇文章 最近我也看到 网上很多人在 重新的讨论 怎么说 就是Faker在16年 在打那个 他们击败了 Ross Tiger的四强 然后在斯坦普斯中心 打跟三星的这个 决赛之前 然后他自己写了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的标准 叫做不实者 大家可以在 我们各大的论坛里面 去搜索 应该都能搜到这篇文章 那篇文章里面 也是聊了Faker的心路历程 当然今天 已经跟那个时间点 我觉得Faker又变得更不一样了 但这场 其实DK是 完完全全的 把他的一个针对中心 尤其Canon这个 奇亚纳选出来 原本以为他要针对的是Canon 但是他们其实是放养Canon 甚至我一写塔 都给你劫持平推 对 就也许在这局 就是场间休息的时候 DK想把重心放在 可汗这里 但是没办法 最后可汗拿了手九筒 没有那种C位的英雄选了 所以肯定 他要重新挣回到中路 这么抓 也是抓出了效果 现在兄妹可是 腰机是有两个人头的领先 有200块的一个机场赏金 而且补刀上面 飞个这里 也是被压了30刀了 嗯 进去直接开局 想清边 古马尤其是拿肉身 加上Karya的一个守护者 把这波完美线目 全部吃掉 不让你亲后方的一个线 所以大家血量 百分比都比较高的时候 进的这个大招 几乎是不掉线 嗯 腦痒痒 以前的进可能 还伤害高一点 但后面 我记得有一个版本 就是把进的伤害 大量的改到了 他最后的斩杀效果 对 手梅克 黄子这个英雄 反正缺点就是 机制太过老旧 这个EQ太容易被操作 所以刚才黄子也不敢 第一时间去出EQ 这腰机跟奇亚娜 都不是你好的先手目标 是的 最多手梅克 弓呢 这波已经是交EQ 加上Karya的一个狂野生长 保住自己的状态了 但二先锋这边TK空到 但T1也是两条边线 对吧 都先拿到了防御塔 对 这个局势对于T1来说 比较难受的是 瑞兹的发育周期会变得比较长 对 还有就是杰斯前期很顺 但是他没用五支地 那现在杰斯就是空有一绳 好装备 但是没有架子 是 这把棋T1要看 就是他中期杰斯 正面的破格炮准不准 那这场我觉得很明显的 就是DK他就是针对你的中路 然后去打突破 而另外一边 T1是上下两个边线还挺顺的 但是两个边线 是很难形成这种联动的 是 还有就是在乐富兰 这么肥的情况 在乐富兰在团战之前的 一个偷伤害 这个谁来应对 虽然有一手露露的大招 但是毕竟你没有点空 没有那么好限制他 就是他过来的时候 你给一只羊 其实还有点机会 但是控制链能不能接上 就是个问题了 只要T1这里的控制 最稳定的还是要靠 菲克的一个EW 但现在菲克的位置 打团的时候 应该是要非常小心的 对 他身上刚刚 就是闪现没有的这段时间 其实被DK抓到了两拨机会 路青上半部的一个野区 这波是Owner跟Karia 可以也精神地绑在一起 但这波只要确保 上半部的堪布会被击杀 DK这里就可以 可以稳住 奇亚纳在下路直接放了一个先锋 来加速休美克的一个发育 两个人一起推塔 这个先锋撞一下 要不要掩护撞一下内塔呢 同时这个先锋 把一塔一撞 也导致瑞兹在下路 单带的时候会更加的危险 奇亚纳这种像 头一跌往野区一端 瑞兹 这感觉就不太好上线 你看 就像现在这样 但这波休美克的链子是空了 这波感觉链到又要交伞 是 因为奇亚纳那个位置过来 飞客不交伞 被推到右边的墙上的话 就非常危险 对 因为下半局 T1是暂时缺乏保护性视野的 后面可能得给单带的飞客去补一下 是 但T1这个中期打正面团的话 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 是待会宫妈又去马上两天套 对吧 一个狂风加上一个夺翠以后 就如先这个点上 小吕布能不能秀起来 因为对面的这个阵容 控制量还是挺高的 他自己身上是带着虚弱 没有带进化的 对 这把如果他带着进化的话 我觉得中期团 毕竟他现在没有额外的经济 可以去补一个水赢 反正这个虚弱就留着给妖姬了 没有打任何的资源团 两边的经济始终是拉不开 防御塔现在拉平 就等于是九筒这个点上 经济是被杰斯领先 但我们说过 这两个英雄你领先是 我觉得挺正常的一件事情 对吧 就九筒要的并不是说 我拿着特别多的经济 然后我出个帽子 一个大刀把你的机会炸死 还是关键的时候 我的落弹冲击 我的异场 能不能看到先手 我的勇双的释放 是不是非常的有学问 对 九筒前期被压压 自己后面把装备补起来 打盘就完事了 而对于杰斯来讲 因为前期装备是领先挺多的 所以他现在是 需要跟DK去打一打碰撞的 但现在T1最大的问题就是 因为菲克前期被针对太多了 瑞兹0-3 没有很好的一个发育 是你看中路的队位 其实领先的非常的大 非常多 那2400块钱了 对 这场DK对于菲克针对 做的是相当足 而对于T1来讲 他就像两条边线 他就像左手和右手一样 都很强壮 但是腰疼 这可能还是要看一下 下一条小龙的争夺 因为目前为止 这个状态是两边 也都不太会去贸然去打 除非找到特别好的机会 所以就还是以发育为主吧 就至少T1现在你要拖到菲克的两件套 对吧 而且如果第二件还是要上金身的话 他的AP来的速度会特别的慢 因为刚刚前面几把 其实菲克的发育是非常好 他是先上金身 后面再补制天使 是 因为制天使这件装备 对于瑞兹来说 绝对是自变 所以现在踢完众人 就在中路尝试找机会 在家狂风 但是自己 菲克又碎 回头被滑踩定住了 菲克一丝血 选择往后拉开以后 被修美可的一个点火给烫死 下来的坛 直接一个一技能 接上永双 定到两个菲克一丝血 必须要交散 拉断修美可的一个幻影锁链 正面还想再追吗 又是一个一闪 想杀的就是Keyra 一个Lulu 但是交了闪现 躲了盛大增场 但躲不掉修美可的一个恶毒印记 白也成也姑妈 败也姑妈呀 这场有邀机 凶美可的天 突如其来的又换回来 利用自己的一套漂亮的连招 加上闪现 再换掉了 这个残血的一个Keyra 我的天 5-0的邀机了 这波还是没承证气 想找过机会 但是Ghost甚至双招都还没交 又狂风直接溜了 就是Ghost的交狂风 然后姑妈又许也交狂风 但这个狂风一交 就是DK的Burial 看到这个机会 就立马过来来控制了 你看 你第一时间秒不掉进 他可以反打你 对啊 他反架你 这波路路给个加速 R1上来 然后GoX交狂风 我也交 但交了狂风以后 你没有拿伞 他的伞是没有拿来 躲这波正面的一个伤害 对啊 然后进 开始轻松去反架你 最后一个Q进 点过边Q 九筒这波发布点好呀 是 直接把四个人全部炸开 永少后面 第两个后面 又贡献了一个一闪 这波弹子都站出来了 虽然Keyra 第一时间已经给了七十秒想 给这个看 对吧 但是七十秒想结束 哇 这个伤害已经 非可遭不住了 对 这主要是回家已经 刚刚是新界驱慈 还没出来 这波回家 直接套新界驱慈 修梅克开始亮自己的一个表情 对 甚至亮起了表情 现在一万零三百的领先 这把感觉修梅克的舞台 是已经搭建好了 而且汉子哥在旁边 又是胡适担担 只不过 他没闪 旁边的队友有点少 他这么没闪 我感觉要开到还是比较难 是的 自己甚至有点危险的 赶紧走了 就站个钢 但他自己被打牵手的 难度还是比较高 因为他毕竟有一个 爆破九筒 对 还有肉弹冲击 这一把 必须说刚刚那一波 古巴又是 就是说 卢仙这个英雄的缺点 也就是 你容易给机会 而且就是我说的那个点 他没有解控的能力 当然这把他在进化 面对一个弱的效用 没有那么高 是 而且 我觉得比起解控 他可能更需要的是 让他自己别这么急躁 这把其实古巴又是 打的还是有点浪的 而且卢仙的手 相对于进来的时候 太短了 你第一时间 表达到他 他反架你 这个是最头疼的 对 当时确实有点着急 你都看到旁边 是有人的了 可能就觉得自己 团队的一个局势 对 一直没有打不开 不过这波机会 如果找到的话 那应该是 踢完一波很大的机会 是 他就是想 可能最多 他应该是觉得 打一个构思的伞 是 对吧 打一个构思的伞 下一波就可以针对 这个构思的没有伞现 所以有的时候 这竞技体育就是这样 比如说打篮球的时候 你浪投一个三分 你要进了 哎呀果断 别人没进 他胡打呀 是 而且尤其是在那种 关键剩下 可能最后一小节 对吧 剩下最后一分钟的 一个时间 但T1 直接五个人 正面抱团 但下路的 堪是有TP的 这个位置 甚至不敢再往前压 因为 这时候只能让 顿板又许 一个人上去 退兵线 但退完兵线 是点不了防御塔的 T1这时候的一个抱团 他们想要的是什么呢 下路的内塔 甚至要白白放给 看了看这个圣诞九筒的 小瓶A 比较可爱 一下一下的A的 这个防御塔 是的 一会儿要吃到 他的圣诞礼物了 现在对于T1来讲的话 可以考虑利用 瑞兹的大招 因为在电视方的时候 你万一在对面 大龙冲里 没有事业的时候 开个大 送进去 两三个人一起 给大龙落实了 他们看起来 刚刚是有点 想动这个大龙 但是又没有 师父的一个把握 这样白白的又把 第三条的小龙 放给了DK DK现在的一个 土龙魂 已经是停牌了 而且从这个 英雄机制上来讲 这个场对于 首美可的妖姬 这T1能给的 限制太少了 是的 因为我们刚刚就在聊 四五楼的边位 对吧 你T1的投资 最后是投资在了 凯南跟刀妹手上 他要的是 保护这个杰斯 杰斯 对吧 那DK的投资 就是他也没针对 就是说可能会 比较好限制 妖姬的英雄 他是变掉了 这个金克斯跟炸弹人 对吧 但是T1最后 因为他下路 想拿卢西安这个点 所以变成了 我辅助位 我选风女 我选露露 都对于妖姬 是没有限制能力的 是的 除非就是妖姬 比如说手慢一点 然后被露露给了便扬 才有可能让T1 造成对妖姬的威胁 对 你要对妖姬造成威胁的 是带控的这种太坦 对 然后我们说的 牛头也是对妖姬 绝对有威胁的英雄 你反观皇子 这种老旧的机制 就简直是 被妖姬秀的靶子 主要这个妖姬太肥了 现在已经开始 就是自己堆裂自己的 一个杀人输 对吧 现在对于T1来说 就是要想办法 击杀一次秀梅克 秀梅克现在已经死自己 我耽搁你的面 你看就是皇子这种 一颗机制 你太太难搞到他了 其实我从BP角度来讲的话 我会感觉可能 瑞珠稍微晚一点拿会好 因为他当时是怕DK会抢 但如果DK抢的话 李哥这边还有什么 沙皇发条 都可以拿出来用 秀梅克你看又开始了 三连 差一点点第三连也打到 是 网产队在定住了 但秀梅克已经进了冷却 Kuma又其实直接上去 圣枪洗礼 在后面交TP 堪要准备来开一波先手了 而且飞克感觉是 第一个遇到堪的人 这波怎么决定的 Q竟然先看一下草丛 飞克觉得位置很危险 交了一个闪现 但是一个竞产 继续推到以后 这时候进场 往这边抬 K点直接把那个 击杀一个爆爆球 都把人给炸回来 在空中Kanon就被秒掉了 Owner是在一丝血 那么秀梅克直接交闪现 想要强留 Owner也留了一个闪现 闪现离开了 一个专梅克的一个追击 专梅克这一波 先踩死了 再有一个金身 顾巴又去想拿 这个大人头 没有机会 这边被堪顶了一下 以后后面 Ghost的华彩街上 一下子 你别轻松地把 顾巴又去收掉 又是一波弄弹冲击 几万被打团灭 这把比赛 应该已经算是被打花了 这一波的追击战 直接把妖精 都给送超神了呀 8-0了 同时哪怕刚才 最极限的时候 以为可能这妖精 要造成威胁了 但是那个金身 那个苗表 又让T1 妄洋心态 这把比赛感觉 T1 已经阻止不了 SOMAKER的 这个成神之旅了 对 感觉机会 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因为这条大龙打完之后 一开始运营 经济卡可能会被拉到一万 这个时候正面经济卡会过大 是 为什么说 这把BO5 这么的有话题性 对吧 因为 我们看到了 SOMAKER面对FAKER 这种 就是 如果你是喜欢英雄联盟界 你自己的爱好者 你会发现这样的对阵 太多太多的话题 当然对于我们赛区来说 对于LBO赛区的观众来说 我真的就建议大家 就是 我们就当一个看客 对吧 就是来享受这场比赛 欣赏 我们看到的前几局 其实 FAKER是找回了自己的一个状态 但是在 最关键 DK已经陷入一个 被拿赛点的一个局 算是一个被损一战的时候 SOMAKER利用自己的一个妖地 站得出来 而且你要说 FAKER的成名英雄 对吧 恰恰就是妖姬啊 S5那个最经典的BO5 EDG的那一把MSI里面 对吧 KOMA教练那一句 你拿你 最有自信的英雄 对 当然啦 当时最自信的 拿到妖姬的时候 EDG当时 nice nice 对 拿了一种莫甘娜 对 下了一 就是 就是在等你 选这首妖姬 是的 但历史是会 一直向前的 英雄联盟的 职业运动选手们 也是会一直进步的 DK现在走 握了这条 男爵的一个前压 感觉T1是 有点难 就主要是你现在 正面怎么开呢 现在这个休美可 哇 你看他两踩 甚至把杰斯的闪现 都踩出来了 Kanon完全不敢去尝试 这波伤害到有多高 第一把的时候 也尝试过 当时的洛夫兰 还没有这么肥 而且刚刚 休美可用掉的这块表 回家已经出成金身 直接一波 掏了一个金身出来 就这波金身一拿 对于T1来说 你怎么找 这个休美可的一个机会 哇 又有这套消耗 那也是半血 你看现在装备差距 真的太大了 尤其是在中野这边 对 飞客下路单带了一波 终于是回家 把自己的支简史出出来 我觉得飞客心里面 也很清楚 这把出金身 是不可能翻的 他必须要把自己的 伤害装备给拉出来 尝试把伤害 灌到一个人身上 争取可以秒一个 解释一波 是给了Ghost 一些伤害 但Ghost 后面写回的还是很快 是的 开了一个苏瑞亚的战歌 但是根本找不到 先手的一个机会 DK的所有人员 除了休美哥的妖姬 已经全部拉离了高地 中路的防御塔 是被强化炮车 直接一下给平A掉 那这样T1是 没有打出先手的一个机会 就被DK磨掉了 两路的一个水晶 即使看来的这个炮打出来 但是在Ariel的守护者下面 你甚至感觉不到 这个电池脉冲的一个伤害 是的 DK的这几个带位移的英雄 完全太灵活了 给T1 感觉头的秀麻了 然后再把这个土龙魂一收 这一局 必须说DK的一个转变 这其实有非常多 我觉得在这场 比如BO里面 就是赛后 我们当然还没有拿到最终的结果 但是我心中现在已经是 认为会听到战歌了 并不是不想T1 直接3比1拿下 而是说这把的局势 在我的观念里面 DK不给机会 T1是没有翻盘的能力的 对 尤其是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英雄的机制 英雄的机制上下 直接导致对妖姬是没有威胁的 是 而且妖姬刚才 我们可以看出 他已经在高地上 就肆意妄为 这样你想一个点子 就是在DK最艰难的时刻 站出来的是中野 天年的打法是什么 我把所有的前期 拼到中路去 又让我想起 T1SQD当时 对吧 Fake跟Bengie的这个组合 对吧 就这个组合 当时我们都说 会戏称Bengie拥有一个锦囊 对吧 就是控码教练给他的锦囊 就是抓钟 抓钟 但这把这个锦囊 仿佛好像来到了DK手上 你再一想 控码教练确实也在DK的阵中 对上了 历史总是很相似的 好用 或者我们看 凡神的消耗 红尘方已经血量 不加再次进 开启大招 直接架决 谁都不敢去 做最后面的主打 这一枪太痛了 痛入骨髓 这感觉刚刚多中了一枪的话 Kenton刚刚是从 七层血量开始之外 被羡慕的 对吧 更不要说后方Owner刚刚是 直接被Shomake就Poke到残线 看着大招 也是直接炸出了 Gumaios里面吃到了一个狂野生长 现在已经是山路的兵线全掉了 当然还没有六个超级兵涌进 但是这个门牙感觉也扛不住 Kenton吃了一个换鱼锁链 血量剩下三层左右 D1这时候想要站的是 但是西安娜忽然一个竞争拳 已经把Maker给秒掉了 后排看到Owner过去框到了两个人 但是根本没有任何的速度跟上 这个天崩地裂 仿佛是Owner自己的一个坟墓 正面所有人都倒下 最后被Shomake狂砍一个Triple Kill 在11-0-3的战绩里面 我们要恭喜DK 把比分拉回到了2-2 这把BO5最终战歌响起 让我们一起期待决胜局 到底是T1还是DK 能前进我们S11的中决赛 传奇对上新网 果然战居是要拉满的 只能说这把真的太精彩了 就是两边从BP到整个的打法 其实整个BO5 每一把都有一个巨大的变化